好,我现在登陆ChadGPT的界面,开始向人工智能先生提一个问题。 请问ChadGPT现在对哪些国家和地区是禁止开放的? 现在呢,我得到了一个答案。 他说,我们ChadGPT是美国公司的产品,对于以下国家,他们是没有权限来使用的。 那么,以下七个国家分别是,中国、俄罗斯、乌克兰、阿富汗、伊朗、白俄罗斯、委内瑞拉。 我看到这些名单之后的话呢,我就又开始提问了。 亲爱的ChadGPT先生,请不要介意我的问题。 为什么对于汉语用户,对台湾是开放的,那却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是不开放的呢?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,ChadGPT给我们的回答吧。 他说,OpenAI是美国的研究机构。 那么ChadGPT作为美国公司的产品,应该遵守美国的法律和法规。 包括贸易管制,经济制裁。 这就意味着OpenAI,也就是OpenAI,它的产品和服务,可能由于这些法律和法规,不可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来使用。 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,因此,就不能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来使用我们的ChadGPT的服务。 将来会怎么样吗? 他说,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 具体的细节可能由于法律和政策的不断变化,而将来发生变化。 ChadGPT在上市推出两个月时间,在全球很快就达到了一个亿的注册用户。 我非常的好奇,那么都是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在注册和使用ChadGPT呢? 我就朝着人工智能提出了一个问题。 亲爱的ChadGPT女生,请问用户最多的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呢? 我们现在来看ChadGPT的回答。 他说,作为OpenAI开发的语言模型,我不具备跟踪用户数量和来自特定国家用户信息的能力。 ChadGPT它是一个全球通用的工具。 全球各地的人,包括个人、研究人员、开发人员、企业都可以使用。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数量会根据当地的科技发展水平、兴趣程度、语言处理的能力。 这些因素会有所不同。 嗯,看来这个人工智能的回答,确实是很有智慧的哦。 嗯,看来这个人工智能的回答,确实是很有智慧的哦。